哈囉大家好我是Change 隨著這次版本的Patch Note出來之後 很多元素系的像是風暴漩渦 還有風暴地雷這種前期非常好用的元素拓荒技能 都被大幅的砍落了 那很多人在疑問說有沒有別的技能可以拿來做一個拓荒 當然前期好用的拓荒技能很多的 像是我前面有介紹過的一篇持續傷害的拓荒內容 以及召喚物在前期版本還沒有被砍落的 比如說火靈之類的召喚流派也是非常好用的拓荒的一個方法 但我今天要講的一些內容是拓荒最前期 就是前1到3章 過程左右 你可以在換到28等的主力技能之前 用前面的1等技能12等技能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表現跟怎樣的銜接是最流暢的 那由於這次最被砍的嚴重的是前期的地雷 這類的元素還有風暴漩渦這樣的技能 所以我今天的重點就著重於 如何使用女巫刺客老頭這三個法術騎手的角色 然後使用一些很好用的拓荒技能 但是沒有那麼熱門 因為自從風暴地雷跟風暴漩渦出來之後 很多人不知道的還有其他好用的拓荒技能 那我今天就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 OK那流程第一隻的話 我已經先跑了一隻海港拓荒99 拿了前面幾個我覺得還不錯的拓荒技能 分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都是法術 熔焰之河 火焰法術 給的基礎點傷不錯 關鍵是他有個投射物出去會連鎖一次 這樣談一下 冰霜脈衝是大家比較熟悉知道的一個好用的技能 他在前期的高傷害能夠冰凍大部分的小怪還蠻安全的 再來是暴裂陷阱 是前期最早用的一個陷阱 基礎的傷害不錯但是缺點就是範圍小了一點 打完的話可以先丟幾個累積效果傷害 這累積起來的傷害在前期還不錯 但缺點就是耗膜有點高 不過這其實也是挺正常的 那我們就稍微打打看給大家看一下這幾個技能的效果 首先這個熔焰之河他本身的傷害我覺得算是還不錯 但他有個嚴重的缺點就是你要瞄準 然後他真正的傷害大概是打到後面 而且他有強大的燃燒傷害基本上打到一顆之後 然後第二顆燃燒傷害上去 你有時候要必須點很近的地方 比如說我點太遠他會這樣跳太遠 跳不到後面 所以你這個技巧就是要點自己的深淺 點在自己的正前面 你就可以有效的打擊敵人 然後再試一次 我點我自己夠近他的傷害就夠高了 好這就是熔焰之河的技巧 不會用他的人會玩得很辛苦 但是你稍微會用一點的話前期拓荒這個技能非常好用 再來我們講第二個技能 冰霜脈衝 冰霜脈衝的限制就沒有到特別多了 他就只是一個單純製造出一個冰的脈衝波出去 也沒有被nerf 這個技能前期非常好用 我們只要角度喬隊 像這個樣子 可以打到的敵人範圍算是還蠻大的 然後因為他高傷害有高冰凍冰環的效果的關係 對前期也是蠻安全的 就這樣走著走著一隻怪放個兩到三個波基本上就會死掉 好呢爆裂陷阱 爆裂陷阱有點尷尬 傷害雖然不錯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範圍 很想要丟得夠準 但他只要連鎖爆個兩三顆 那一頭怪就爆裂了 而且他有個好處就是他丟的速度 會比其他的法術更快 因為是陷阱跟地雷 他本身的丟職施法速度的前面基準值都比大部分的法術來的高 你只要把他們怪集中一下 匯集像我這樣稍微拉一下匯集 然後一次炸掉 是很有效率的 所以這幾個技能推薦給大家 是最初始的時候會用的一個技能 好那我還要準備第2隻角色是透到第2章的前中段 換上12等的主力技能的效果 但在這之前我想先帶大家看看 當你解完醫藥箱之後你可以拿到的一個不錯的技能 這裏有一個影片 這個使用的一個技能叫做寒霜爆 你可能會看到很多 快速跑前面任務的玩家會用到 我現在告訴大家這個技能的好處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拉了一群怪 然後我的寒霜爆引爆 雖然寒霜爆放一顆大概有3秒鐘的CD時間 然後大概要在原地 呼個2秒氣差才會爆裂 但它的效果是 只要你正確的有點出前面元素傷害的天賦的話 你的這一顆爆出去的傷害可以穩定的秒掉任何的白怪 這個在你跑圖的過程中可以稍微的拉一下怪 然後莫名其妙的快速的跑完圖 然後怪也被你轟炸轟死了 這就是我很喜歡這個技能的原因 你在前期剛拿到的時候或者是買 都要去商城買一顆 帶著用 跑圖的過程當中 點一下群怪的中心點 但是要憑經驗 到時候你就可以炸死很多群怪 然後拿到了非常多的經驗值 還有拿猛攻的效果 可以把它串猛攻 那現在猛攻被改弱了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串一下 前面有3秒4秒鐘的猛攻 也許稍微還是有點跑圖的用處 像跑這種地形的話 OK 那我們今天介紹了前面的部分了 那這幾個技能拿到前面比較好用的輔助寶石 像是 那個8等應該會拿到一批像多重陷阱的寶石 這樣爆裂陷阱的效果就會更好 那到了第二章之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首先到了第二章 你一開始會拿到的 我們先到屍地 我們現在18等屍地比我們高一點 你剛到這裡的話一定會拿到結光環跟探測機首 那探測機首下板被砍了 你可以不一定要拿 你可以使用 閃電之劫配冰劫 但我覺得傷害高一點還是探測機首跟閃電之劫 那我這裡先給大家看一下爆裂陷阱 串了多重陷阱輔助之後的效果好了 這裡只有二連 二連之後他們的輔助傷害大概會長怎樣 我們現在丟這一波 其實傷害還好 但是直接爆出去的話到第三連他的傷害就會有點起來了 那我們到了12等以後其實就不需要用爆裂陷阱 我們可以換一個陷阱輔助 就是使用閃電陷阱 我們現在把閃電陷阱拿起來爆裂陷阱拔掉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閃電陷阱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2L 3L你可以串附加閃電傷害 那當然也可以再串一顆迅速補裝 如果用4L的話可以這樣串傷害最高 但我現在串了3L給大家看 你可以串 這裡的迅速補裝跟多重陷阱 你可以讓你穩定的丟出比較多的陷阱或地雷 你也可以只串一顆 這看你的動色 如果你是有兩顆藍的一個綠的話 你就這樣串 如果你有 兩個綠的一個藍的你就這樣串 單純看你拿到什麼樣的裝備都可以 那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這個樣子好了 來打一下圖 前期的話就是依照動色做選擇 你可以看到這個閃電陷阱傷害很高 這就是我會推薦閃電陷阱拖亡的原因 他打單體的傷害夠高掃圖也夠快 你就跑圖過去朝怪的中心丟一丟 他就這樣炸開 順便會把旁邊的怪清一清 算是一個還蠻順暢好用的技能 OK這只有三連 而且閃電陷阱才兩等而已 接著我們就把這裡的陷阱換掉 我們一樣使用三連的另外一個 也是用陷阱先來試好了 我們使用陷阱輔助 多重陷阱 然後法術陷阱的電弧 電弧陷阱也是一個前前很好用的拓荒技能 沒有再給你唬爛 那個問你挖多深是問的有原因的 你看他的傷害 光陷阱就有這樣的傷害 他打白怪基本上就是順電過去就可以了 很順暢 他甚至可以比閃電陷阱更好用 畢竟電弧這版要再加強了 這真的好用 你看同樣的法術陷阱三連 這裡的電弧也是二連 就這樣的效果 那如果你想用電弧 的話你甚至可以不用閃電陷阱 單純看你想要連鎖和投射物 選擇方便一點的玩家一定是選擇電弧 電弧是真的好用在前景 他的點傷夠高 連鎖 連鎖還有更高傷害 這個真的是超棒的 好那我們現在把陷阱輔助拔掉 如果是三連的話 藍藍 藍藍綠應該要用迅速 輔助 他這個時候就變地雷 那他在地雷的情況下傷害會很高 但是你要按引爆鍵會很麻煩 可是他有個好處就是他不用像陷阱一樣 丟 丟的草目標丟 我可以 隨便找一個任何一個角度丟 在前期都可以直接像這樣引爆 真的好用 兩等的電弧 配上 陷阱 地雷就有這樣的強度 我覺得是 相當的做壞的 這就是我前期推薦給大家用的原因 那另外幾個輔助技能的話 我建議使用烈焰衝刺跟密能波動 這兩個技能呢 一個都在第一章可以買到 這個在第一章的任務就可以 拿得到了 這個在打海妖之前的任務就可以拿得到 那 為什麼選擇這樣呢 因為你可以用烈焰衝刺的方式拿到密能波動 對於前期打王的時候可以拿到10%增傷還算是不錯使用 那我個人認為如果你的手 願意按的話 按引爆的話 這個 走電弧地雷然後中後期轉成 天雷地雷對破荒來說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真的懶一點傷害稍微低一點 其實我覺得前期傷害稍微低一點沒有關係的話 你就像我剛剛一樣 把它換成 把這裡的連鎖爆破拔掉 多重陷阱 換成陷阱輔助 陷阱地雷 一樣爽爽打 OK 這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前期就是這樣練 那你這樣的話就可以靠這些技能一路的順暢的練到 很後面很後面 然後看28等你有沒有想換的技能 不然電弧跟閃電陷阱都是可以用到很後面的技能 OK 那這就是 我的示範 那接下來我們講講一些其他技能的搭配跟選擇使用的部分好了 那首先如果你要玩毒系的話 弓版本提醒大家一下 腐蝕箭矢 他的基本的點傷在前期大約提升 3成到4成左右 還不錯非常的好 而且範圍增加的也蠻大的 到了12等的時候你可以使用腐蝕毒雨 他的腐蝕毒傷在前期 雖然沒有到特別高但是非常的堪用 原理是他可以降低敵人的移動速度讓你打毒更 打毒更安全 王的攻擊速度 釋放速度也會 變慢 你就可以看得比較仔細不容易死掉 好那接下來是多重陷阱輔助8等可以拿到 召喚憤怒狂凝視前期很好用的法術拓荒技能 女巫 聖堂武神可以拿到 可惜的是 刺客拿不到 不過刺客一般都會使用陷阱地雷來做拓荒 沒有人會使用狂靈吧 我猜 再來召喚聖物也是一個不錯的拓荒 一個 職業跟角色 你可以參考這個影片 他的傷害不錯 然後 可以點非常多的血量天賦跟坦度 還可以拿 旋風斬作為一個免暈擊回 加上聖物也幫你回血 一個非常好用的前期 甚至走Hard Code的一個選項 寒霜暴 寒霜暴是打破鳥蛋的時候 刺客女巫貴族就是玩法術的職業都可以拿到的一個技能 他前期就有非常驚人的基本點傷 打怪的話除了造成冰人減抗生命回復減低之外 在打大部分的白怪都可以一次炸過去前面的影片示範過了 烈焰衝刺是在監牢的部落打完之後你就可以拿到 他的能力是穿越地形 他有三次的儲存能量 可以跨越很多地形的障礙 配合密能波動的話可以有效的拿到法術增傷 那接著 12等 如果你沒有特殊的想法 建議就直接拿電弧 看你要準備走陷阱地雷 這兩個選一個都可以很順利的拖放到後期 他的好處就是你不用去描怪物就可以 很輕鬆的把怪物連鎖連好 在過去版本他的連鎖距離有點短 所以閃電陷阱可能效果會比他好一點在前期 但他目前的連鎖範圍又在增加了一些 所以我覺得 電弧的陷阱或地雷 應該會是我選擇的一個目標在前期 好那接下來到了第二章的話 記得解完第二章的入侵者任務之後要去拿結光環 建議前期電系流派一定要開閃電之間 他的附加能力 以及他的打雷效果都可以幫助你 在前期傷害更高一些 以及在拿一個召喚探測機獸增加你的輸出效率 如果你的單發電商已經夠高你可以考慮不用拿他 因為這個只是要他的15%的感電效果 那如果你玩的是其他的技能 你沒有任何的閃電傷害 他給的15%的閃電增傷跟冰環效果 等等都還是前期比較好用的一個增傷的一個能力值 好那以上就是我的看法啦 如果大家對這樣的影片有興趣或者是你還想要看什麼不一樣的 拓荒介紹的話可以反應給我 然後我想到的話就做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前期拓荒比較困難一些 那你照著這樣的做法的話 在 法術流派 算是一個很好用的拓荒能力 在整個天賦盤面上來說 基本的走法就是元素出來 這裡拿生命 往上面的元素鑽住 下來支持突擊跟竹智多謀這邊打一打 前期的話 在10多等就是這樣走 接著就是看你走的鑽進去要走地雷啊 還是純法術啊 或者是陷阱等等 那這麼多人玩地雷陷阱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的天賦盤面的確是相當的好用 那如果要玩法術旁邊走的話 你就要找一些釋放速度的能力 然後走女巫區 看守範圍還是法報 那我個人覺得 前期玩法術盡量早點拿到元素超載會變強很多 以上是我的建議 畢竟你前期暴擊率很難撐超過230%又拿不到暴擊水 你就必須拿元素超載獲得更多元素傷害 OK以上就是這些小提醒啦 希望對大家的拓荒有一點點的幫助 有疑問的話 歡迎留言或者想看別的一些介紹手段 但是我可能就只能給口頭上的意見啦 畢竟要再去 跑幾隻角色到某些階段是還蠻花時間的 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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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